好 各位小记者大家好 今天我潘老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威力导演9 为什么要介绍威力导演9呢 各位小记者 我们做的是这个报道类型的影片 我们经常在讲到某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插入关键画面 还记得吗 那可是啊 我在看你们使用威力导演8 威力导演7的时候 我们只要插入一个画面 我们都要赶快去把它拉大 把它整个遮住对不对 威力导演9不用 它一放进来以后 它就会整个版面都站满 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我们这个每一个 因为我们大概 我们讲过大概5秒到10秒 就要插入一个画面 这样比较适合这个 观众眼睛这个需要持续有变化的这个特性 所以哦 所以我在看你们这样不断的插入的时候 真的非常辛苦 也拖慢了我们在做这个影片的这个时间 那威力导演9 为什么不用 不用这个拉大呢 因为威力导演9啊 在这个版本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关于子母画面 它的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 威力导演9啊 它不再是子母画面的概念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母画面它比较大的呗 那子画面它比较小的呗 那它现在没有了 它每一个影片轨都是主影片轨 那它产生什么变化呢 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大小都一样 就是一来就直接放大 那你要把它缩小 也都可以缩小 它不再有主子 主画面轨 就是母画面跟子画面的分别 包括你现在看我这里 我这里点 你看下面这里 这个画面是在第一轨 对不对 这边写着个1 有没有看到 以前威力导演8 我们在做威力导演8的时候 这个1啊 就是主影片轨 它是不能够缩小的 可是你现在看这边 这个示范的这个预览画面 请你看一下预览画面 你看一下上面这里哦 每一个 每一个 你看它这个画面周围 也有这个控制大小的控制点 对不对 诶 主影片轨 也就是第一轨 它也有控制点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在主影片轨也可以缩小了 好 你看缩小了 四周露出黑边来了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威力导演9的这个概念 关于这个影片轨的概念 就是 它可以加很多个哦 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再放 其他的效果 其他效果 包括它可以支援文字 那讲这么多 我们今天先简单单纯来讲 这个怎么样增加影片轨 好 请看这边 你看 新增其他影片音讯轨制时间轴 它的增加的位置就在这里 其实这个跟我们以前 威力导演8 威力导演7的位置是一样 也就是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 第三个按钮 好 我们只要按一下这边 它就可以显示它这个 控制的选项 来 我们来按按看 好 请看 它跳出了一个视窗 对不对 它的名称叫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剪接轨管理员 它以前叫做子母画面 子子母画面轨的管理员 现在直接就叫做剪接轨了 它每一个都是剪接轨 不分组 那你要称呼它的时候 就是第一轨第二轨第三轨这样 然后当它出来的时候 它这边有一个选项 叫新增 新增一轨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二或三 一次可以增加好几个 新增一轨视讯轨 那位置在哪里呢 在第二轨下面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新增 一轨音讯轨 也在第二轨下面 那这样一按 你如果按照这样按下确定 那它在这个第二轨的下面 就会再增加一轨 我们按一下确定 你看 这边有了 有字了 它现在这边写了三 看到没 也就是出现了第三轨 那我们就一次可以加好几个 那这个是新增的方法 那移除的方法呢 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点右键 请注意看 我这个游标目前在这个第三轨这里 我们只要按右键 选择移除轨道 或者如果你有 你本来有很多个轨道 那后来渐渐整合了 不需要了 你也可以选择移除空轨道 移除空轨道 这样它会把所有的空轨道都移除 除了第二轨之外 第二轨它是一直保持在 好 我们现在按下移除空轨道 好 你看 三不见了 三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 好 用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把它新增或移除 那今天先讲 怎么样控制这个轨道 那关于其他东西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了 今天先到这里 拜拜 拜拜